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无福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期我们来跟大家聊几个东西 我的画作变形金刚开箱已经12年 那这过程当中呢 偶尔是会收到一些迷友 赠送我一些玩具 那有一些是新的现货官方的产品 然后也有一些第三方的 那其中呢也不乏会有一些网友们 或同好朋友们的个人作品 那我今天的话呢 就把这三个呢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聊天 这是一位 他的名字呢叫做独狼 如果你在咸鱼上面 你应该可以看到他的一些作品 然后他表示说呢 他即将要结婚了 那面临到一个脱坑的抉择 那因为结婚要脱坑 我想应该也不少人会有类似的经验啊 有时候兴趣的话还是要迁就一下家里头的另一半 或者是你重要的人 那大家玩玩具也是量力而为了啊 那脱坑也没有什么啊 就改天再回坑就好了啊 又不是什么再也回不来的 那么呢 今天的话呢 就给大家一同来分享一下 他送给我这三个玩具 那么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最右手边这个好了 最右手边的这个是SS78号啊 他这个sizewap是一个双刀版本 那有趣的是呢 你可以看到啊 他是呢 是已经用的这个 泡包膜啊 这个真空的这个封 把它整个都封起来了啊 已经做了非常妥善的保护了啊 这个贴纸是他本来贴着他的来信的 忘了把它撕掉 那这个他里头 给各位靠近一点看一下 不知道镜头能不能带得到啊 他是一个已经涂成黑色版本的 一个sizewipe 那封得非常的漂亮 导致于说我根本就不会想 把它给打开 你可以看到里头还有绑线啊 整个就是像是一个全新的商品 这个已经就完全就全新化了 重置化了 那我当然就不太可能把它打开了啊 那顺便提一下蛮可惜的 就差了几天而已 如果说再找一些 能够赶上2月28号的话 我可能就把它一起封到时空 胶囊里头去啊 有一位民友的作品能够封起来 十年之后一起打开 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右侧两边 这是大红风电影造型的这个声波 那他做了一个是一个音版的配色 还有一个是镜像的配色 那都非常的好看啊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黑色的这个音版吧 就比较常见的音波的重图啊 我很喜欢他手臂的这个处理啊 这个银色跟黑色有一个很巨大的反差 看起来啊 小臂就更加的粗大了 打打击的打击人的力气应该会变大 然后这一代的涂装看上去就有这个钢弹系列的极限的感觉 那我们也可以从此来看到 其实这款玩具本身的细节 还有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啊 没有什么空洞啊 偷胶之类 当然可能也是拜载具呢 非常潦草所赐啊 然后这个是这个镜像配色的一个声波 白色啊 白蓝配色 蓝白配色 这个很对我口味啊 Ultra Megas的一个配色 就是这样子的分配 然后后方的话 看上去有别有一番的风味 那因为是白色的关系 可能这个我要稍微留意一下 小心的保存啊 避免去把他的这个给弄脏了 可以看到他打开之后啊 里头也是有一些建层的喷漆的一个配色啊 那我应该不会考虑把他们变形了 更不会考虑给他放什么这个死在战士下去啊 就尽量避免他的一个刮伤 我可能会弄一个柜子 小心的把他们做一个妥善的保护 那再次的感谢这位叫做独狼的朋友 那其实呢 收到这样的礼物的话 约着上我们也是想做点回礼啊 但是呢 我本来是想说呢 我就啊 刚好最近台湾的这一些SS跟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玩具上架比较快 我想要送几个啊 像圈套啊 这些玩具给他 但是他个人表示他都已经要退坑了 就不要再就不需要送这些东西 那他是希望说如果说愿意 我如果愿意的话能不能够啊 就是回送他的东西是我自己去涂装过的玩具 那这样子的情形也不是第一次遇到 那我手边还保存完好 但是还没送出去的我自己早年 手涂过的玩具呢 几乎已经没有了 剩下几个都是有断掉 就是有损毁的 因为当年我在重涂这些玩具的时候呢 其实我没有 当时就刚入坑 09年的时候 我涂了比较多 09年 10年的时候涂了比较多 我就觉得说就是拼命的涂啊 膜啊 其实那些颜料啊 还有那些溶剂都是会上塑胶的 所以我有很多重涂过的玩具 其实都已经坏掉了 那我只剩下一个可以回送给他了 没有关系 我就把我这一款是07年的时候 Voyager Class的一个Megatron 那它是一个电镀配色版本 只是说呢 我当年就买到的时候呢 就是一整个人就是骚包啊 就是又用这个银色的这个漆 又把它给刷了一下 本来人家很漂亮的电镀色啊 硬是被我给弄丑了啊 那我想就 我也只能回送这款玩具给他了啊 那给他做个纪念啊 这个当然两边的价值 人家涂的是比我涂的要好上很多很多 那这款玩具的话呢 是我记得我09年刚回台湾的时候 是我在台湾的网牌上购买的 最早的几款变形玩 变形金刚的玩具之一了 那这个模具的话呢 我是全制霸的 我是四个颜色都有了 那各有各的故事了啊 那这个模具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的这个软胶部件 是很容易出油的啊 各位看到这些已经出油到非常严重了 你怎么清洗都没有用 它已经起化学变化了啊 我自己是无解了啊 我自己对它是无解了啊 那你不要看我这样子是不是变形不到 我也要错了啊 这是当时玩具的盒子上 它真的就是啊 就是玩具的盒子上 就真的是说 这是它变形之后的一个 一个完整的一个形象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 其实它正确的 电影里头的形象 应该是要这个 翅膀是要折进来的啊 这样是比较接近 那后来的SS啊 什么的都有推出过这款模具 做的比这款要完成度 要高尚非常的多 但是它对我来讲的话呢 还是一个非常值得珍贵 珍惜的一个玩具 那它的这个肚子 这个地方少一个轮子啊 这是很多人的痛病 那不管怎么样呢 这款的玩具的话呢 我就已经答应要赠送给它了啊 明天早上呢 我就会把它给寄送出去 那我想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吧 最后一次的话呢 把它进行一个变形把玩了啊 那哎呀呀呀 手臂掉下来了啊 这个手啊 我们的顺便也可以 就了解一下SS 对于这一款Megatrol的话呢 它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呢 它是直接的就是把这一个 肩肩肩的这个部分呢 是把它整个藏到肚子里头去了 好这样子推过来 它是有一个联动的啊 推下来的时候呢 是会有一个联动的 那背后这个翅膀啊 就把它给扣到后面有一个秃根 在一起怎么变成讲解这个玩具了 它的这个 这个脚的话呢 是有一个爪子的 它是有一个弹簧 会自动的呢 去回复到一个定位 那各位也可以看到了 它身上的这个 这个什么 就是 它就把它打开好了 它身上的这个部分啊 都是出油的 非常的厉害的 好 那今天的话呢 就是 给大家做这么样的一个分享 那感谢这一位 同好迷友啊 在这种 即将脱坑的时候呢 还 去想到我们 那给我们来了一封信 那个我想起很多年以前 也是有一些 即将脱坑的朋友会 把一些玩具送给我 那我自己 觉得 这也是我人生一个 蛮不错的成就啊 谢谢大家呢 在收集变形金刚的这个路上 愿意跟我一同分享 那今天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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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